巴索國家 亞美尼亞跟亞塞拜仁 因為爭議地區引發的戰事 已經進入了第二週 亞塞拜仁國防部五號 公佈了一段納卡地區 塔利盛村的畫面 表示影片是亞塞拜仁軍隊拍攝的 納卡地區的亞美尼亞官員就表示 他們五號再度跟亞塞拜仁交火 造成了二十一名的軍人上升 並指出到目前為止 亞美尼亞累計 已經有兩百二十三位的士兵死亡 亞塞拜仁雖然沒有透露多少士兵死亡 但指出有二十五位的平民 在這次的衝突中上升 而儘管國際社會是努力的調停 但是雙方完全沒有退一步的任何意願